哈囉大家好我是葉子 這次要來分享的是堅果能量球 但很特別的是抹茶口味喔 做法很簡單 那麼同樣先來看需要的食材有 杏仁 我有稍微烤過 然後蕎麥 也是有稍微烤過 然後還需要起子椰棗 椰蓉 也有人稱為椰子粉 然後很重要的抹茶粉 椰子油 可可紙 如果沒有也可以用椰子油替代 做甜點我都會習慣加一點鹽 同樣的完整食譜和細節都有在部落格裡喔 這個抹茶堅果能量球有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主要的球體 另一個就是裹魚表面的抹茶椰子層 那麼我們先來準備裹面 就是把抹茶粉和椰蓉攪拌混合均勻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椰蓉比較大塊的話 可以用食物處理及稍微切碎 混合好之後置於一旁備用 然後來製作球體的部分 先將去椰子椰棗放入食物處理機中 大略攪打切成小塊 大概攪打個10秒就可以了 然後接著再加入杏仁 還有蕎麥 然後再繼續用食物處理機攪打 攪打至食材細碎 像這個樣子 接著再加入融化的可可紙 蕎麥 抹茶粉 椰蓉 椰子油 然後還有我習慣加了一小搓鹽 不加也可以啦 然後接著再繼續用食物處理機攪打攪打攪打 攪打至食材完全融合 質地應該是要有點濕黏可以成團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質地 如果太乾的話就加一點飲用水 然後再繼續攪打 我是加一茶匙就差不多了 攪打至像這個樣子 就是手指捏的時候它可以黏在一起就可以了 中間不時可以停下來做刮杯的動作 這樣子打的會比較均勻 我最後有再刮一下杯 然後再攪打一下子 這個樣子就可以囉 然後再把這個混合物給倒出來 比較好弄啦 倒出來之後再用刮刀或是湯匙稍微把它攪一攪 確定有混合均勻 接著再用兩匙的一湯匙挖出一球來 盡量把它壓實一點 這樣子等等會比較好滾 我習慣會先在兩匙裡面壓緊一點 然後再把它拿出來 接著再在手裡這樣子稍微捏一下把它捏緊 然後再用兩手掌心把它滾成圓球 這樣子就很緊囉 然後再把它丟到先程準備好的抹茶椰子粉裡面翻滾幾下就可以了 這個步驟很簡單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還蠻好玩的 也可以讓小朋友玩玩看 然後就重複這個動作把全部用完就可以了 這樣的食材量我做出大概12顆球 做好的時候其實就可以吃了 但如果你覺得有點軟的話可以放入冰箱冷藏10分鐘左右讓它定型 冰過之後會變硬一點 我加了蕎麥讓它多了一點脆口感 抹茶和椰子的味道也結合得很棒 有機會試試看吧 歡迎和我分享你喜歡的能量堅果球 也可以到下面其他地方找我喔 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